提醒您 開車也要記得防曬 高雄是有一名年約五十歲的婦女 平常都是開車來通勤 日前她左臉突然冒出了一顆 米粒般的紅色豆子 長得就像這個樣子 她原本以為呢 這是青春豆 但就醫之後才發現 竟然是惡性腫瘤 醫師就特別提醒大家 白天出門的時候 記得都要插上防曬乳 另外呢 防曬乳最好 每四個小時就要記得塗抹一次 最後則是要記得戴帽子 還有撐傘來防止曬傷 開車出門上下班 獵羊 大雨都能被擋住 不過小心啊 紫外線可擋不了 一顆突起物特別大 中間還有些凹陷 長在高雄一名女子的左臉上 但這不是豆子 是分化良好型的磷狀細胞癌 一般來講是陽光暴露的部位 跟曬太陽很有關係 譬如說我們的皮膚啊 或是手臂啊 這種陽光比較容易曝曬的地方 臨重細胞癌最主要的危險因子 就是長期紫外線的傷害 要預防就要防曬 最好選購兼具SPF與PA++功能的防曬乳 每四小時補塗一次 出去做運動的時候 可以先塗防曬霜 那如果說常常流汗或碰到水 大概二到四小時要補一下防曬霜 畢竟紫外線很狡猾 做好防曬才不會成為皮膚健康的隱形殺手 華視新聞小午線徐靜一高雄報導